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學習筆記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這個台北市政府的副發言人 陳冠廷先生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我們今天要主要 因為他是副發言人的身份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要請教他 從代表柯市府就是柯P團隊 那觀察從柯P的市政治理 談到柯P的這些國政理念 雖然冠廷他沒有加入這個民眾黨 不過我們也是希望他能夠從 跟隨柯P的角度去談這個 冠廷那我們想先請問一下 就是說因為柯P最近這個最火熱這個議題 就是他組了一個台灣民眾黨 是 對那其實雖然冠廷沒有加入這個民眾黨 不過畢竟你在柯P團隊已經將近一年了 是 那就是說 我不曉得你怎麼去看待柯P組民眾黨這件事情 以及他他現在第二任 他一直訴諸白色力量 那你覺得他能不能這個白色力量的一些施政的經驗 或者是理念 有沒有可能在台灣的藍綠政治之外 去殺出一個重圍 這樣子 我相信他會做出不一樣的事情 首先就是說 過去他對政黨 他比較不會認同 他認為說 藍綠是就是 藍綠的 非藍非綠 不管他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可是 一個人他能夠看的 他能夠吸收的知識相對有限 就是為什麼說很多政府機關會需要制服 會需要一群專家 會需要一群對公共事務有熱心的人 來去想 構思 未來的政策 然後去評估他未來能夠 會不會帶來什麼樣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所以是一個人是沒有辦法誠實的 一個人是政治明星 但政治明星 他要留下來的 Legacy 遺產是什麼 他必須要想清楚 如果要留下柯痕的話 那他必須要很好的一些智商團 他必須要很好的一些 這些優秀的學者專家們在旁邊提供他 不斷的為他去理解 他能夠吸收的時間 是相對有限 因為他必須要負責行政的業務 他必須要構思台北市未來的藍圖 所以說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他能夠做的事情就只有這麼一點 那他必須要注資去協助他思考 構思他的未來 那就是為什麼 他需要一個政黨 有一個政黨 不斷可以延續他的政治精神 延續他的資產 或者是他過去在上一次選市長的時候 他說要剋粉 就是把剋粉再剋攝影點 那需要一群人 才有辦法去完成他的理念 過去市長他不斷強調的就是 他希望能夠做出 不是說藍色的 就除了同途之外 他必須要專注在內政 專注在治理 我相信他現在 總算在過去的四年多 將近五年的時間練 他會知道他市政上面的困難 那這些就變成需要一群人一起走 那我個人認為 民眾黨的成立 我都是非常友善的看待 不管是民進黨或國民黨 他都值得一個更好的對手 尤其我特別是在對執政黨說 他需要一個更好的對手 這個對手 他變得會更有 這個我期許的民眾黨 是更有能力的一群人 更專業的一群人 他可以鞭策一個執政黨 讓他知道說 我們面臨的不再是過去的 抱歉我就比較直說 中國國民黨過去這一種 專注在同途議題的 他變成要在各種 各個不同的委員會 要面對民眾黨的挑戰 是我們心目中的 我心目中覺得最好的競爭狀態是這樣 能夠在議題上面競爭 能夠在議題上面合作 這樣子的兩黨競爭 我認為還是友善 對整個台灣的整個整體的發展 是友善 對這個民眾黨 他其實我們知道一個政黨 其實很重要是他的原則裡面 還有他的這個人事組織 我不知道您怎麼觀察民眾黨 他的核心裡面是什麼 還有他現在到底招募到哪些人才 我看刻意在招人才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相信非常辛苦 畢竟面臨的不管是執政黨或者是國民黨 那都是長期有在 有足夠的資源去配合他們的人才 對 那民眾黨是一個新的政黨 在台灣過去這 1990年代開始 從解嚴8、6、8、7 這樣開始到現在 能夠成功的政黨 大概就是國民黨 或者是民進黨這兩個主要的政黨 那其他就是來來去去 所以當然 對有志想要從事政治的這些 新的這些素人們 他們會 優先會考慮是不是走 比方說走大公司 民眾黨就是一個新創公司 這個新創公司他會失敗會成功 其實都很難講 這沒有一定的定律 就是一些 新創公司他有些時候成功的原因 就是抓緊這個司機 然後把他們的 這個 使用者經驗做到最好 那就因此而大賣 iPhone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過去是 那他也 不是現在 就不是現在 他是非常巨大的一個集團 但是過去還是從年開始 那我想這個 民眾黨也是一樣 他會面臨很多挑戰 人才的競爭 因為 更多資源就能夠吸引更多的人才 但是 我想最近 如果這個民眾你有看到的話 像是我們的 何錦榮 十大結束七年 我想就是一個很好 他是新移民 他是第二代 他有良好的這個背景 但是他來自 中產階級 所以 我認為 但是第一個就是階級的流動開始 就是 不是像我 我是 我都是正二代 就是這個 但是在民眾黨 可以看到 我除了我之外 各個不同樣的人 各個不同樣的這個背景的人 他們都有機會可以發光發熱 只要他們願意 市長講的就是 專業 在哪一個裡面有專業 比方說我們的 何老師 何教授 他在移民正式有專業 他在 對印尼 對這些 南向的這些國家 印度這些 還有這些 像是他會講 越南的一些 他自己會去學習新的語言 在越南 印尼這些部分 就是他的專業 在西南向的這些市場 這也是他的專業 對於移民的第二代遇到的教育上面的挑戰 他也很有琢磨 這也是他的專業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現在浮出檯面的一些社會局 像基調 像你 像這個一方 他有工程的背景 這是他的專業 那他在社會局的理念 他對社會政治有利益的了解 這也是他的專業 對我們來講 專業是 相信是市長他說 非常重視的一環 所以我對民眾黨的看法是 他可以成為民主進入黨 一個很好的競爭對手 讓彼此都會變得更好 讓彼此都能夠進化 現在草創街 我相信民眾黨 他遇到的困難非常多 對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從困難中學習 才可以進步 民進黨會遇到這樣的挑戰 我覺得更好 因為我們總算 遇到相應的對手 我覺得這是好勝 所以聽起來其實冠寧都蠻樂觀 就是說因為 他可以扮演一個忠誠反對長的角色 那這樣講起來之後 其實冠寧的描述就是說 其實柯P對民眾黨的這種人才培育 其實是蠻大程度反映他在市政治理上 那我們現在就要切到柯P的市政治理 因為大概柯P他現在因為他的身份 就是雖然沒有說要參選總統 可是他市長的身份是最明確的 那冠寧現在進入柯P團隊大概將近一年了 就是說你也自己親身參與跟他互動 然後參與他的團隊 我不曉得就是說就您的近身觀察 你怎麼去觀察柯P他這個人 他在市政上面的 他的理念有什麼核心理念 還有他有什麼值得大家撐到或是學習之處這樣子 謝謝賓眾 我認為他把民生的議題發在第一個順位 那我之所以這麼講 就當然是市政就是民生的議題為主 那包含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從早到我們一天的這些經歷 早上起床抓牌羊準備去上班 你要經過接運 你要走人行道 你要送小朋友去上托扼索 你要在下午的時候 可能帶小朋友去公園 然後再做工作回來 然後可能帶大家去一些文化設施 比方說是博物館等等 我們就在做這些事情 讓你的一天的生活 的不變性降低 那因為生活的精彩度真高 那你過得更好 過得更好 我這麼講好了 我自己是住在 在該在這個 民生西戶站的地區 那 我們出貨的時候會去哪裡 我們就去講位水 旁邊那個新文化的經驗館 是文化的區域去做好 我們就看到裡面的設施是 本來沒有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好好的整理 把它這個補給的好好的保存 把這個歷史性的東西 全部都在提出來 所以我們說整個城市 都是我們的公園館 意思就是說 再重新巡迴台北市 它的文化底蘊 你差不多要把觀光變得更好 把觀光變得更好的方法 不是只有 比方說 補助 然後你只要去哪一個旅館 政府會給你兩千三千的補助 或者是提供旅館約 或者是巴士 或者是這些東西 什麼樣的補助 我認為這不是 源頭上面的解決方案 對 源頭解決方案實際上 你的技術建設更好 你的歷史的東西 藝術品是無價的原因在於說 它有人類的關懷在裡面 它有人文的底蘊在裡面 它有歷史 有文化 有藝術在方案裡面的時候 這個價值就不同的 那同樣的在 同我們的迪化界開始 整個的這種 我們藉由活動 藉由鼓勵它把這些 它自己的歷史去找出來 我們會有政府的補助 是補助在 把這個歷史底蘊增加 這樣的觀光才更有價值 當觀光客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不是在買 比方說我們以前在 酒奔或者是在阿里山 在這些景點 我們買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 就是 木頭的製品 按摩的製品 然後不然就是 這一個 inoki的那個味道 對 那如果都一樣的話 我去哪裡怎麼會 那你要帶 你沒有這些經驗價值 所以你這些觀光客來 因為都是買鳳凝書 買很多的鳳凝書這樣回去 那我認為說 它的底蘊它不只 所以現在我們的 自從市長在迪化街 扮演很多這些流動 就把我們的這些 歷史的這些 文化的這些東西 的這些記憶再 換起來之後 還有在加上地方的這些 協會們一起努力 你可以看到整個迪化街 是在整體上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那這些觀光客來的時候 他們買的東西 就不只是這些單品 而會是更 比方說 它會有歷史的性質的東西 在我們現在的地方 可以看到 不管是一些藝品 藝術 布 因為它本來是布 對 的價值都 本來是十塊錢 但是你注入這些之後 變成一百七千塊 就是不斷的這樣在累積的 市長在想要做的 就是把我們市民的生活 治體這些東西做好 那我認為在過去的這一年多 我是看到 他每天就在處理 市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那確實是可以改善 我們的生活 對 事實上其實我們現在在看柯皮 就是說 都把他當成一個總統候選人 潛在的候選人來看待 可是實際上 也都從美光燈上看到他 其實很多 很少人想去從這種圍觀的 那我想其實冠景是親生 就是跟他開會 那我想應該比較去了解 就是說一個 政府首長剛剛自己講的就是說 他不是靠自己的成就 他是靠團隊的 那我覺得一個行政領導團 行政團隊他比較重要 是他怎麼去領導統一 我不曉得這個 冠景能不能提供一下 你自己晉升觀察 柯皮他在協調團隊 或者他的授權的地方 還有他哪一些地方 他是親力親為 哪一些地方他是充分授權 你能不能提供大家一個想法 我覺得非常好 這個 謝謝民眾 授權 這是一個 做 做運導團 特別是在管理市府 非常龐大機構 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對 那在過去 我就我所看到的部分 跟你回答 在過去一年 基本上市長 他只賦予我一個任務 你就是好好的處理一下 包含城市外交 對國際的接觸 對國際的接觸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 沒有任何的這些 不會說 不會做這些micro management 不會要說你說 什麼 回觀的管理 我們就去做 所以我們開始 從各個不同的商會開始 以色列 美國 英國 法國 再進展到不同的代表處 英國 美國 法國 甚至日本跟這些 丹麥等等 等等等等 我們做這些目的在於說 我們看來國際外交 不是只是 禮貌性的辦法 沒錯 這些意義是在於說 當 首先要知道我們的存在 知道存在之後 會有對話 對話之後就知道 彼此互相需要什麼東西 你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就會有商業的交流 有商業的交流的話 教育文化全部都會進來 先認識彼此 然後再開始去對話 讓我知道說彼此需要什麼 所以 不要說你今天來市府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在跟 我忘記是英國商會還是美國商會 他們就提供到說 在一個 銀行上面的這些交易的時候 他們不遇到語言上的困難 他們覺得說 就儘管在台北市 他都沒有英文的櫃台 讓他們做一些 隨些時候 在做這些 創業 新創的公司之後 會有一些不便 所以從 市場就直接就是 才是 台北的這些 富邦 跟台北富邦 去接下 專設一些英文空道 讓這些外企的這些投資者 讓這些外企的這些 不管是 投資者或者是長居者 都能夠有機會 能夠更加便宜的使用 我們的金融設施 這是一個開始 當然不僅僅如此 美國商會 他建議的教育的這些方針 其實都是融入 我們自己市政的 理念裡面 所以我們不是在做國際事務 是以國際事務 為導向的內政 最近 我們講到公宅 我們講到居住正義 其實我們 我跟澳洲代表處 我有邀請澳洲代表處的代表 跟他們一起來 做一些視訊會議 他們來到台北市政府 跟澳洲的NGO 一個叫Link Housing 這個NGO 就是在管理澳洲公宅的 這個被逆組織 那他把這些經驗告訴我們 那市長在對談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 國外是怎麼處理這些事情的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交給 包含社會區 包含都發局 那一同去處理 那我們的成績就是 跟他們有一個很好的這個人 他們歡迎我們的獨法局 去派行一個團隊 直接跟他們學習 所以不管包含帶款也好 或者是什麼 如果他們真的跟我們相同 那很好 代表說我們 可以給我們信心 如果他們真的跟我們不同 那更好 可以學習 到底是差別在哪裡 是 這種國際交流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用避免造成 是 我們可以知道世界 哪些東西 我們不用重新發明輪子的意義 就在於說 如果他們做得更好 我們就把它學起來 我們做得不夠好 我們告訴他 以後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 做交換 我覺得這樣子的國際外交 是以商業為導向的國際外交 以政策為導向的國際外交 而不是以禮貌性拜訪 禮貌性會晤為主的國際外交 包含這個市場還授權我們 去處理這些外交人士的時候 主動就去接觸 包含英國 然後我們說 那澳洲這麼做了 是不是你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法 英國代表就非常歡迎 他們也 同時英國代表 也來到我們台北市這邊 也同樣做同樣的視訊會議 跟這一個 英國的一間 叫做 Eman simulation 的公司 這個都是去做這個資質視訊的回應 這間公司在模擬交通的流量 用AI的方式 對 英國代表 台北市長 英國的公司 我們從中可以學到什麼 這樣的交流 就是最好的讓台北走出去 讓台灣走出去的方法 這就是市長的領導 領導的方針 放手跟你去做 授權跟你去做 但是你要負責 所以我每次 我也是很緊張啊 比方說假如英國代表不來 那是開空窗 假如這個公司 視訊的機器出的問題 我們是浪費了英國跟台北市長的時間 英國代表台北市長的時間 假如 有很多很多的假如 但是就是我們一個一個細節的確認 然後 就是 過去的一年我們 確實成功的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 包含在出房之後 持續的去交流 眷眠一些管道 市長只是問說 只有一點就是說 他常常說誰是PM 誰要負責 好 那你就有這個權力去完成你的責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領導方式 用系統性任務性管理 用企業化的管理去告訴你 你該做什麼 你該負責什麼 不是你的錯你不用扛 你的錯誤 你承認這個錯誤 RCA的意思就是說 把過去分析你過去這些最原始的錯誤在哪邊 不要再犯法的錯誤 對 你會受到一些責罵 你或許會受到一些不會超過你應得的懲處 但是你會進步 市府團隊會不會進步 沒錯 當者 沒有模糊戰 沒有我們一起 這件事情是不存在 在臺北市政府是不存在 你就是PM 你就要負責 你成功了 那就是你的成就 你失敗了 你當者 沒關係 下次不要犯可能錯誤 會有一些要求改進 但 我不認為 這樣子的貫營系統 是不好的 甚至我認為這是一個開始 但是我想就接啊 就是說其實因為這樣聽起來 這個市長他其實是 充分授權以及堅禁明確問責制度 那很顯然因為貫營的國際經驗 這個非常豐富 所以各地都為你做這個國際商務 對 那我想從這裡其實要引到 就是我們一般很少人去討論到 這種實際上這個施政跟行政領導這裡 那不過其實喔 其實一個市長他會有 怎麼講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正面的東西 其實他毫無疑問 他會有負面的地方 他有他的局限性 這個沒有人是聖人 他自己也是這樣子 那其實柯P他 他其實現在 他在這個媒體界 他或是在公眾界 其實這個大家是對他是有包有貶 那對柯P的批評一般來講 最大的批評就來自於就是說 他在政治上面 因為大家把他鎖定是中途選人 那大家批評他說這個 這個好像沒有一個核心的原則 好像呢 其實說話常常是去顛三倒四的 沒有核心思想 那這個具體反應在柯P的這個 兩岸或國際的這個事物上面 其實就引來 原本他的盟友 民進黨或綠民的支持者 因為現在小英要選連任嘛 怕危險到這個小英 所以他們會批評他說這個 戰略模糊 柯P自己講戰略模糊 可是這個反應在一般的選民上面 這個那就是他這個戰略模糊 其實是在搖擺或投機 不曉得問題你怎麼去看待 這個柯P他現在在這個兩岸 跟國際上這種戰略思維 我不曉得你怎麼去 你跟他的這一段時間 你怎麼觀察 是 那像畢生所說的 現在是台灣最遇到的問題 是最複雜的時候 因為同時遇到中國 美國的問題 嗯 那 在這幾十年來 我們看到中國的這種經濟成長 還有他們經濟、軍事 或包括我們的威脅 那都是非常明顯的 對 那市長在 得到更多的資訊之後 他會做出的判斷 會跟他 沒有接受到這些資訊之前的判斷 是故意的 所以我們常常有人說 他在不同的角色的時候 會說不同的話 對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在接受的情緒是不同的 嗯 在我 進來事情之後 我們當然是有安排市長 跟我們的 有幫的 的辦事處 對 或者是跟 各個不同的 就是跟我們理念相近的 國家的一些 不管是學者專家 或者是 那外調領域的 這些人士 都有一些交流 嗯 那我可以跟你們很 很確認的說 他包含 英、美、法、歐、日 這些都有非常 深切的交換意見 但是我必須要很清楚的 知道一件事情 美國的利益 跟歐洲的利益 是不相 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有很大程度 都不可 八成 甚至更多 美國跟英國利益 更大程度的 糾成或許 澳洲 更多 日本 或許又再更多 對 但是每一個人的利益 都不是 每一個國家的利益 跟另外一個國家的利益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不可 柯市長 他現在 要專注的 就只有台灣的國家利益 所以 會有很多人 就是在 質問他說 在比方說 在香港的立場 他為什麼不會 更加的強硬 對 有些人會質問說 在一些 人權議題上面的 他有沒有更加強硬的 去作為 沒錯 甚至有人說 他對美國 是不是不夠好 對中國 是不是 沒錯 這些都OK 但是 我必須要很清楚說 他在乎的是 台灣的國家利益 也一直就是說 既然我們講到說 各國的利益 沒有要有百分之百的不可 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必須要 思考說 又怎麼樣 也會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他是站在這個角度下 去想這些事情 畢竟 我們必須 對 極限列強來講 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民主的堡壘 可是對台灣來講 我們就是這個堡壘 這個堡壘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這個萬藥折衝 本來就會花很多的時間 跟精神去處理 我們現在想要請問冠婷 就是說 因為最近這個台灣的國際關係 其實牽涉到 聯動的就是香港問題 香港他現在也尋求 國際外語 然後其實呢 中國方面也講說 台灣涉入 這個香港反送中 那我不曉得 以冠婷你自己 作為柯P發言人 你怎麼觀察 柯P或者是我們 要怎麼樣去看待 台灣人 在香港事件中的角色 首先對於香港事件 當然是 就我們的立場 是對於 非常的這個 感到很惋惜 然後非常的遺憾 就是說 中國對這件事情 出現態度 那 我們當然是不需要 這種暴力的行為 然後造成 全然而民的這種 那麼多的苦難 這是非常 我們都是 其實都是欠責的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過去為了 我們台灣的自己的經驗 就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我們的島嶼天光 那個現在還 那還激烈有心 對 這些 青年也會自己站得出來 對自己的自由 對自己的民主 自己站得出來 去努力 我認為這是一個 比較是屬於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幫助我們自己 民主化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可以幫我們自己的國家 建立法治的制度 只有自己 才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所以過去在1987年以後 1987年之前 我們看到很多台灣的這些 民族的這些先行們 一步一步的去做 這些爭取的動作 有些人甚至被犯私情 但是還是前不後進 那當然是我們很尊重這些事情 但是 還是我們必須要重複 就是 這個過程 是從裡面 有外的 那外界當然可以給予援助 我們可以給予一些 可以這些譴責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香港人民自己要站出來 那過去 其實我們看 不管是包含美國 跟英國 還有歐洲 他們的做法 其實是相對 蠻一致的 譴責暴力 但是 我認為這個事情 還是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 我們能夠做的 就只有到一定程度 強大的台灣 絕對會是相反最好的屏障 因為它可以告訴中國說 在一個 民主的 華人國家 它還是可以從國的發展 就我也有這個機會 那 市長不斷的在跟中國喊話 其實就是在講 同樣的一件事情 你要割把氣呼 你要當蔣經國 還是上當庭光耀 我認為沒有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希望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像蘇聯一樣解體 我們希望中國能夠 慢慢的走向民主 但是最重要是走向法治 那 香港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馬龍 因為他們是 接過英國殖民之後 它是法治的一個地區 台灣是一個經過我們自己努力的 我們心弦們努力的創造之後 我們現在是一個民主自由 又法治的一個國家 但是經過時間去度 那我們 市長他能夠 或者是他想要表達 在過去這幾個月 他不斷有失分 他在他台灣利益去思考 台灣利益的思考就是 最好的狀況下 就是一個穩定的東亞情勢 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也非常任意跟美國 站在一起 但是就連 美國本身跟英國的利益 都不是百分之百重低 美國跟歐洲的利益 也不是百分之百重低 當中 我們要爭取最大可能的 共同利益 最大可能的 合作可能 但是千萬也不要忘記 我們就在中國 130公里之外 我們要面臨中國 最直接最強大的威脅 中國是直接強大威脅 在台灣的各個領域上面 從科技商業到國防 我們都很清楚這個問題 面對威脅 我們必須要有更多的能量 再自立 更強的經濟 讓我們可以投出在更好的國防 更好的國防 我們才可以在國際舞台上面 能夠 藉由一個平台 跟美國 跟英國 跟日本 跟歐洲 我們共同一個平台 才有一個環通的空間 這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 市長想要做的 就是維持一個溝通的平台 包含對中國的平台 過去從蘇聯跟美國的經驗 也看到 就連蘇聯跟美國 在對方的時候 都會有定期的高峰會 我們避免誤判 我們為了要避免誤判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溝通的管道 那這當中當然會遇到 很多人的批判 我可以理解 因為 過去我也曾經有所擔心 但在我們有更多的資訊 知情之後 在市府之後 我們知道 我們不管跟我們的 理念相近的這些 英美日法歐等等的這些 同盟的這些國家 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們更加的確信說 這是一條比較難的道路 但是我覺得 站在台灣利益的角度 我們必須要做 這個台灣利益 將不會百分之百的 混合美國利 我們希望盡量最大化 所以 這是市長所努力要做到的部分 很難 那 畢竟市長他 在這個領域 並不是他的專門 所以我們有 像周大使 我們有這些 各個其他的外交官 一起進來 慢慢的加強這一塊 需要時間 那就從今天開始 從昨天開始 從去年開始 他就不斷的在做這一塊 那我們會更努力 然後不需要那樣的事 跟國民失望 所以市長他其實 跟中國那邊有定期溝通的管道跟團隊 沒有沒有 我說我所謂的論壇 就是指 你說之前他的海家 他不是去 去上海那叫什麼 抱歉 突然有事 上海 雙城論壇 對 這種正式的 雙城論壇 這是市長他在做的事情 就像是美書之間都有正式的高峰會 對 正式 公開透明 還有直播 所以市府基有一個負責兩岸的小組嗎 我記得嗎 對國際事務小組 國際事務跟兩岸小組都有特別的專門去負責 所以才會有看到那個論壇的部分 就是上海 雙城論壇的事情 當然 這都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這樣聽起來科皮他對於外交的構思跟戰略 其實是比較像是 他是跟內政綁在一起的 而且基本上可以說是 外交就是內政的名聲 所以你剛剛講就是說 他是以把這個國家發展強大治理為主 有國力的在這邊要談判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切到這個內政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愛談說 新聞上都愛講說這個科皮他是中後選人 但是我在想說與其談這種 他要不要選這個問題 不如談一個更有意義的 那他如果科皮他這樣的一個治理的方式 他如果他當了總統 冠田你怎麼觀察他如果當了總統 這個他會怎麼樣把他的市政的理念 放在這個治國裡面上 他可能優先處理的這一些內政議題可能是什麼 那他為什麼去處理 我信心讓我不覺得市長會參選總統 對如果講這應該不在他的考量範圍 而且目前就是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看起來這個情勢是越來越明顯 對 所以我不認為此時此刻他可以去思考 外交兩岸國防的議題 因為這不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把他被施制於好 事實上我剛才講的這些外交兩岸 除了城市外交是我的工作之外 其實包含國防外交 這是總統的權限 這是外交部的權限 對我們能夠做的就是讓 以城市為主的這些外交關係能夠做得更好 對 那市長他會怎麼樣 我不管他未來在什麼樣的位置 對 那我相信他針對這些專業治理 相信科學數字的這些理念 還有注重財政紀律的這個部分 他一樣會帶到他未來的每一個職位 財政紀律這四個字其實大家常常在聽 可是他的意義在於哪裡 我認為財政紀律的意義 對市長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如果你可以把資源做正確的運用 他得到的效果就是成數 甚至是指數 我們可以建一個 因為大家喜歡摸得到看得到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可以建一個非常大的 很宏偉的建築物 比方說棒球場 那大家會看到 可是如果你建立在一個 你把這些資源弄出去之後 你就不可以把這些資源做其他運用 如果這個棒球場 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需要用到 如果這個棒球場 其實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觀眾 那就是無效的投放資源 同樣的這個經費 同樣的這個資源 他會做的改善很多 比方說他可以做放空設施 那你的生命財產就可以直接被排除掉 不是被排除 你的生命財產就直接可以被護到 有保障 比方說他可以放在智慧教育上面 給這些我們青年們 有更異化的方式去學習 然後給你的iPad去做這樣投資 但是如果我們做錯誤的資源 的投放 那就會有不好的效果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在於 財政機的意義不是省錢 財政機的意義在於說 把這些資源投放到 我們想要的東西上面 回到剛剛講的 比方說我們看到的綠色人形道 綠色人形道 其實我跟這些國外各 各駐愛單位的互動的時候 他們對這個非常有感 他說畢竟我們台灣是有 比較多機車還有汽車這樣子 在想像的時候 過去如果沒有這個的 這種綠色人形道的時候 他們直接就是覺得很不安 就是這個交通安全沒有保障 有這個之後 直接就可以感受到 不同的地方 好的生活環境 可以吸引到企業的投資 好的生活環境 也可以對這個 那這些外國的這些 不管是投資或者是就緒 這些或者是觀光的人 感覺更加安全 他們願意再 花更多的時間在台灣 那我們當然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促進我們的發展 其實每件事情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它是一個其實是以外貿為導向的一個國家 所以每件事情都連結在一起的狀況之下 我們把治理看作是我們最重要的一環 這個原因也是在這邊 OK 那你認為科P治理有什麼盲點? 我個人覺得市長有些時候 因為他太專心 因為在說一個外科醫師 他每一個步驟都很重要 所以他很細心 但我會認為說他 他太認真 在 太多細節了 所以他也重視細節了 那這好是 同時也是 因為他的時間只有24小時 回到我們過去講的 一個人沒辦法開店太晚 是 一個人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過於 你就只有24小時 我想他要組長的年齡也是這樣子 他必須要更多人去協助他 那 我相信他 等到他遇到更多的好的青年 這幾年就找更多他們的好朋友 就會成一個正規循環 這是一個多期待 好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訪問到這裡 我們很謝謝 台北市政府部發言人陳冠廷 部發言人 謝謝我們訪問 謝謝他 非常感謝 很真心地跟我們去述 這個科皮治理團隊的一些理念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在這裡要做一個宣傳 因為我們節目的朋友 有很多人關心人權跟轉型正義的議題 但是我們節目呢 因為排程的關係 有很多議題要做 我們暫時可能沒有辦法去觸及 轉型正義的議題 那我們知道呢 台北228紀念館 其實在10月跟11月 都分別辦了相關的講座 那有找非常不錯的專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們把連結附在下面 歡迎大家有興趣 去踴躍報名 因為名額有限 那我們在此跟大家做一個宣傳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